赤牙的白莲封印终于解除 赤牙使出大招重伤白狐 白狐一直在小鸡岛等着阿七的归来 在阿七没回来的这段时间 白狐凭借着自身的强大实力 一路凭推碾压小鸡岛上的所有人 另一边将主任的小迷妹正在焦急地寻找着手机 白狐见状一脚踩碎了小迷妹的希望 然后发出攻击准备将其消灭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人气王赤牙及时赶到救场 看到赤牙从烟雾中出现的这一刻 我激动的鸡皮疙瘩都要起来 白狐看到赤牙出现满脸惊讶 他记得赤牙已经死了才对 我没死好像让你失望了 白狐 紧接着赤牙表示白狐来错地方 现在白狐要追杀的并不是阿七 而是叛徒轻奉 对于赤牙的话白狐半信半疑 反问赤牙那你又为什么来到小鸡岛 难道是要当小鸡岛的就是主吗 因为我跟那个老女人做了个交友 说完赤牙迅速朝着白狐攻去 白狐接住赤牙的攻击后 双手凝聚出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波 赤牙健壮启动血魔终极形态 使用利爪对着白狐暴射而去 俗话说高手之间的对决仅需一招 下一秒之后 赤牙的利爪已经扎进了白狐的身体 白狐难以置信地看着赤牙 随后白狐使出自己的技能 想要渗透赤牙的身体 反观赤牙丝毫不慌 难道他根本不怕白狐的技能